折叠屏的旋停功能到底是什么?重要吗?如果没有会很难用吗?本期视频带你一探究竟 小米MIX4的2发布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旋停这个点 本期视频非下饭,理性科普 我们首先从旋停二字开讲 似乎除了三星之外,其他的折叠屏都用旋空这个旋字来表达旋停的概念 而三星用的是旋转的旋,相当于一个是不接触下方的旋空来表达 而另一个是以某一个点为中心做旋转运动 个人着见,三星的表达才是精确的 大家觉得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第二个点,我们解决旋停功能是啥,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就是折叠屏手机在展开时的状态可以任意角度停止 或者某个特定的角度停止 旋停目前主流方向基本就两个 一个是旋停自拍,前停是内屏得有摄像头 而小米MIX4的2,内屏没有前置摄像头 第二点是旋停追距,相当于手机自带了支架的功能 但缺点是平板的尺寸秒变了手机的尺寸 视野变小了 小米MIX4的2多数时候是无法实现90度的折叠旋停 也可以说压根没做 或者因为太轻薄的设计技术上没法实现旋停 因此标配了一个可90度调节的支架 手机即可立起来全屏追距 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旋停意义不大了 从我这两三年折叠屏做主力机的经历来看 日常使用旋停功能确实是一个极少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么是不是说旋停功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真不是 支持旋停的机型在开合的时候是给多少力 循序渐进的呈现对应的开合角度 而不支持旋停的机型 脚链则是直接弹开 它的差距主要是品质层面的差距 对比之后会让你觉得 支持旋停功能的脚链品质会更好 所以我最终的结论 就是旋停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 但确实没有太大的实用性 你们觉得呢 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